你要下載的影片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關鍵字打上去 按搜尋 那我的習慣是會利用這個篩選器 這個篩選器裡面去找觀看次數最高的 因為一般當然你要看某一個議題的某一個議題 誰最多看的最多的其實大部分都觀看次數 OK那你可以找到 比如說像這邊看到的就是第一個當然科問者 第二個就是我上上禮拜給各位看那個沒有 跟沒有借東西 然後其他還有像還有什麼呢 第三個是什麼紅藍 這個也非常 我裡面講的就比較偏偏重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其實當然也值得看 所以有一些影片你也可以試著把它下載下來 還有像這個我覺得也蠻值得看的 這個是像劉大維 他在台灣受教育的時候 其實以台灣的教育方式 他就說呢把什麼呢把鑽石當玻璃 因為他到美國 他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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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到美國之後 他就老師就對他戰慾有加 所以他就慢慢就走向那個繪畫 所以後來成為什麼迪士尼的動畫師 像那個什麼花木蘭也是以他的臉 花木蘭他那個一個將軍 好像他的一個朋友 就以他的臉當成是他那個畫的一個樣板 OK 那所以比如說這個你想要把它下載一下一樣 點擊他 然後呢一樣就是把上面這個連結複製一下 那下載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貼上 那這個時候他就分析一下 一下就跳出來了 當然呢我剛剛講過了你可以下載影片 影片那就這一個 如果你要下載MP3就這一個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些一些MV有沒有 那個MV你只希望留下他的MP3的話 那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取得 所以很多的同學問說老師那哪邊可以下載MP3呢 其實YouTube上就有了啦 而且你會發現幾乎每一個歌手啊 我好像現在什麼 比如說林俊傑啦周杰倫啦等等的這些人 他們的相關的MV都會在YouTube上播放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拿來試聽的話 OK 那這樣不就是 你這樣講起來是不是 YouTube就是一個那個 大本 什麼 盜版的大本 也不能 以前MP3不知道去哪邊 而且都不能下載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把MP3放在網路上提供給人家下載 你就是有侵權的問題 但是問題 不過其實我們是轉了一手了 那到底這是不是有牽涉到那個 所以你要謹慎使用 你千萬不要把它拿去散播 OK 所以順便講一下 這是個人行為啦 那你不要說 這很好 那就就把它牟利等等的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 一般是128就可以了 把它下載 如果是一個音樂的話 如果是一個影片的話 我講過你可以選擇 什麼高畫質 當然我建議啦 如果你在手機上看 或者是等一下練習要剪輯的話 你就大概 下載360就好 你不要去下載1080 否則的話 檔案太大 會跑得非常的久 OK 那另外的話 放在哪裡 比如說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比如這個影片 然後 另外其他的話 它格式還有MP4跟MKV MKV檔案又更小 不過可能會有解碼的問題 MKV可能有些電腦裡面 沒有對應的解碼器 會看不到畫面 就是有時候有聲音沒有影像 要不然就有影像沒有聲音 為什麼 因為 有些格式 你的電腦裡面 沒有對應的解碼器 所以為什麼有些電腦 你人家給你的影片 奇怪 他的電腦可以播 為什麼你的電腦不能播 就是 沒有對應的解碼器 那你只要把解碼器裝上去了 那那個影片就可以播放了 那這個等一下會再講 所以我們還是用MP4 OK 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大概練習 也不要太多啦 你大概練習一個幾個就好了 大概兩三 大概三個左右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針對 你寫的那個心得的影片 你把它下載下來 並且練習做 剪輯 因為呢 也許它裡面講了這麼多 哪一些是你最有印象的 而且你覺得那裡是最精華的 也許一個影片是 14分鐘 8分鐘 那你再把它剪 剪成只有3分鐘 那看個人功力 剪輯也是一門學問 你要看那個電影 一部電影拍下來 可能是幾十個小時 但是他只有剪輯成 小於兩個小時 你看剪輯師的功力要多好 他又不能把最好的部分剪掉 又不能說 剪太多 那又不能留太多 所以怎麼樣剪得剛剛好 這個就是一個 我想你要去陳述 就跟寫一篇文章一樣 你不要廢話連天 你要找 最重要的地方寫 哪一些要寫 哪一些不要寫 像有些同學 很喜歡從頭到尾 評估直序 全部都寫 那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完之後呢 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如何去做剪輯 那剪輯 所以你下載的方式 除了用那個 我剛剛放在雲端上面的 這一個 跟這一個 然後呢 或者是你可以用什麼 All Video Download 這個也可以 還有像什麼 追Download Portal 這個也可以 還有 那其中我覺得 最好用的 大概就是 4K Video Download 另外還有這一個 叫TuneMate YouTube Download 不過特別注意 這一個東西 是必須裝在你的手機裡面的 而且是 For Android手機的 沒有For iPhone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iPhone 我不知道有沒有對應的 版本 它裝好之後 它就是一個手機的App 一樣可以連結到YouTube上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YouTube 在你的手機上 去 查詢 搜尋 那個 你要的影片 一樣去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前提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吃到飽的話 你在安裝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呢 可能會把你的流量給全部用完 因為這個 速度太快了 那安裝的方式 你就必須用你的手機去連結 上面這個網址 用手機 不是用你的那個 或者你可以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再丟到你的手機裡面 安裝也可以 那你把它下載下來 它的檔案格式 它是一個什麼 APK APK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從那個網路上 抓過那個 手機的App 它的副檔名 是APK 這個APK 你只要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手機 的記憶卡或哪裡 然後呢 你再去執行它 執行的時候 特別注意 可能你那個 應用程式裡面 有一個安全 安全性裡面 你要設定 位置來源 選項要打勾 否則它沒有辦法安裝外部的 它只能安裝Google Play上面 這個可能你要試一下 因為 當然不會太難 可是你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安裝很多外部的 這個 這個App 那這個 為什麼 那你也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Google Play上面 找不到這個 Tumet 因為我講過了 那個Google手機 跟YouTube 他們也是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 他當然會不希望 你使用者去下載他的影片 所以他會極力的去 我想他可能不鼓勵 所以他也不希望他上架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用 額外的方式去安裝 裝上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從我手機 節錄下來的 在手機裡面 就會跳出類似像這樣 Tumet 然後呢 你去 上面一樣會有一個搜尋 有一個搜尋 我建議你用這個搜尋 搜尋之後呢 你一樣在手機上輸入 你要找的 比如說我這邊是找那個範圍期 找到他某一個影片之後的話 在上方 會多一個箭頭 點一下箭頭之後會跳這個畫面 你就直接選 那像我在手機裡面 我會用那個 640x360 不要沒有那麼小的 然後就把它下載下來 他就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 所有 把這個影片 下載到哪裡 你的手機裡面 這樣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有時候手機 想要 出門前 想要看一些東西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看 或者是說 像現在 現在汽車上面 也會有對應的裝置 所以我有時候 把影片下載之後 放在車上 有時候開車無聊 還可以 稍微 聽一下 有些 YouTube上面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等一下練習 這個是額外的補充 就是 你在你的手機如果要下載影片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然後 其他的話 大概 大概 大概有這些 那等一下的話 會再來講 如何快速的剪輯影片 還有 重要的是安裝 解碼器 這個所謂的解碼器 主要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安裝對的解碼器的話 可能會發生 有畫面沒聲音 或者是 有聲音沒畫面 或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裝對應的 解碼器 解碼器分成兩種 一種是video的就是影像的 一個是audio就是聲音的部分 那如果 反正你其中一個不對他就是 不工作就對了 那這個部分呢 牽涉到剪輯 因為你剪輯之前 如果你沒有辦法播的話 那當然也不能剪 所以要能夠播 才能夠剪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練習就是 至少先 下載個兩三個吧 也不要下載太多啦 因為如果你一下下載太多 怕等一下 都會不會沒辦法下載 因為可能YouTube那邊會把我們封鎖掉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在 應該 可能將來你們還是會問一個問題說 老師可是問題 一個一個下載太慢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呢 一下子全部 把 所有的影片下載下 因為 我不 因為下載太花時間了嘛 有沒有什麼方式把TEDX台北的所有的東西呢 通通都下載下 其實就要各位一起講 但是這個技巧的話請各位不要在這邊使用 因為等一下會 下載太多了啦 你回家自己慢慢試 這個我常常用 因為 你可以找什麼篩選器裡面的 播放清單 因為只要是 同一類的 他都會自動幫你 網路上有太多人會幫你做清單了 所以 你知道 找播放清單 或者是某一個人的 MV 有沒有 周杰倫 你去找他的播放清單 就會有人把 33部影片 有沒有 10部 23部 5部 有沒有 這個不是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下載 不要太多啦 5部這個好了 不過我怕 這個也是要太久了 要點擊下去的話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有5部影片 那如果你要一次全部把它抓下來的話 非常簡單 點擊這邊 更正一下 倒回去好了 點擊的話 請你注意一下 請你點擊的是這個 點清單 不要播放 點清單 他跳出來的話 會是一個清單 從這邊好了 從這邊點 他應該是一個清單 那怎麼 什麼要判斷是不是 清單 你可以看到 他後面是 Play List List的編號 他的問號就是參數 參數名稱 List 後面就是等於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編號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 Playlist 把它複製起來 記得喔 不是直接播放喔 把它複製起來之後 一樣 貼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那個 4K Video Download 他非常的聰明 因為他知道怎麼樣 你 剛剛複製的 並不是一個什麼 不是 Watch 有沒有 Watch 剛剛不是一個 Watch 就是一個影片喔 你現在複製的是 一個 Playlist 就是一個 播放清單 所以呢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 所有的清單呢 還是 這個清單裡面的 第一個影片呢 如果是全部 你就選這一個 不過 特別注意 請你不要在這邊練習 因為 這會造成 交通堵塞 因為按下去之後喔 他會一直下載 一直下載 一直下載 特別注意喔 很危險的 像我在家裡 也曾經試過 因為下載太多了 突然就 那個網路就 你就 沒辦法下載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會以為 你是不是 害客 有點是 一直下載 因為他同時 會幫你下載 很多個影片 那怎麼辦呢 有的時候 你就把 你的那個 ADA 家裡的那個 有一個中華電信那個 那個黑色的盒子 關掉重開 他會重新重整一下 重整就是把你的IP又改了 IP又改 他又可以下載了 這也是個方法 不過我們這邊沒辦法 我們不知道 我們學校的那個東西在哪裡 而且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注意一下 你就是知道這個東西 按下去的話 我demo給各位看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等一下 就是知道喔 不要 不知道他會需要什麼 啟動嘛 對不對 這邊有個略過 你就把它略過就好了 OK 這個時候他會全部 分析 分析完之後呢 他就可以直接全部下載了 大概是這樣的 請各位 試試看 你就抓個 大概三個影片就好了 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如何 去做那個 全部都OK了 那你選擇 一般的畫質 按下載 他就全部通通下來了 所以如果這邊有33個影片 你會發現 一下子全部都 把它抓下 抓下來之後呢 如果你怕無聊 我現在太太多 你就隨時 你手機只要戴著 戴個耳機 你隨時都可以上課 對不對 如果你夠用功的話 其實網路上有太多東西 學不完了 你只要打那個關鍵之後 發現 網路的散心人 是太多了 跟我一樣 會喜歡分享的人 太多了 看不完的影片 你只要肯學習 所以你們現在是太幸福了 就怕你沒時間了 因為你可能要看別的東西 太忙碌了 所以現在一個人可能要很多個腦袋吧 或者很多支手機啦 像我一個人就很多支手機跟平板 還有我的螢幕也很多個 所以我家人都說我可以 一個一心多用 因為我可能要 太多都是螢幕啦 OK 那當然這也是好事啦 不過你要懂得去應用 而且 你不只是應用而已喔 你要提升起來 變成你要提供設計 Creator或者是 反正這可以創造出 你的附加價值 其實將來為什麼 莫名其妙 就會額外就多出很多的額外的 收入啦 其實當然我不會演的 這個對我來說 帶給我很多的 額外的收穫 應該是 實質的收穫 這個可以讓我怎麼樣呢 很輕鬆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挑 也許我不見得一定要那麼忙碌的工作 我就可以得到 我應該要得到的生活品質 怎麼來的 就是你要知道大家都在用什麼 而且大家需要什麼 你提供給大家需要的東西 那就對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何解決幾個問題 解碼器 跟剪輯的問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